我现在正在开夜车呢 晚上下雨了 而且还闪电了 看到了吗 听了 刚才闪的更大 这个闪电闪的好恐怖啊 太刺激了 我觉得开夜车 而且这么大的闪电 哇 下大了 感觉好紧张啊 我觉得一会儿 我可能就在这个附近露营吧 其实下着雨的话 在车里是叫很舒服 但是闪着电的话 就会觉得太害怕了 今天闪电闪的好大呀 这会儿找一个离树远一点的地方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真的在路上什么状况都能遇到 刚才有一点点疲惫了 现在一点都不疲惫了 有点精神了 而且刚才我最恐怖的是 我看到我这个后车镜 当车镜上面竟然有个人影 真的把我吓坏了 后来一看原来是闪电的那个影子 但是它打出来影子 特别像那个人的那种 骨头的影子 是紫色的 然后我仔细一看 应该是闪电 这会儿越下越大了 我有点 不知所措了 我现在准备找个露营地 找一块儿空旷的地方 就其实我发完这个房车视频之后 很多朋友跟我说想要跟我一起去旅游自驾的 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说你们看我的视频吧 看我的视频就好像我把你的眼型带走一样 就好像跟我一起出去旅游一样 我感觉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我现在开车 又是下雨又是闪电 你们就好比现在在我旁边了 看上外面又是下雨又是闪电的 紧张吗 这儿的雨越发的大了 感觉觉得有点害怕这会儿 天呐 这个儿童发现这个闪电是没有声音的 只有闪电没有打雷的声音 现在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我把车停在了一个停车场里面了 这个是收费的停车场 但是我还不知道是怎么收费的呢 现在已经好晚了 因为现在白天天气很热嘛 所以我想着今天就是白天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开一段时间 没想到开着开着又是闪电又是下雨的 弄的还挺吓人的 然后开了一会儿我想着找一个停车场停着吧 这样的话也比较安全一点 这会儿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了 其实我没想就是这么晚来露营的 但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啊 就是也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吧 有时候你可能也临时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啊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晚上开车行人会少一点 开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没想到会开这么晚的 所以我想着就赶紧把车停好吧 停好了之后晚上早点休息 还好现在不下雨了 没有那么害怕了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